晚上 男生阿汤无意间闯入学校后花园 竟在花园角落里发现了一架鞦韆 而且更让他惊愈的是 一个青纱遮蔽的女孩正坐在鞦韆上晃荡 朦胧的月光透过树叶缝隙射进来了 女孩穿着一袭的白裙 风吹动群居 女孩光前的双腿和猪背一般的脚趾露了出来 阿汤看得是眼睛发直 这女孩呢磕磕笑起来了 来 推我呀 阿汤有如受了梦骨 不由自主地去推动鞦韆 这鞦韆扬起来 女孩引领一般的笑声 在暗夜里异常的清脆 不知何时 阿汤累了 那女孩说明晚你还会继续来推我吗 啊 我来 你等我 这阿汤回答 回到寝室 阿汤几乎是怀揣着美梦睡着的 在梦里 她拥抱着女孩 只是她的面容模糊一片 怎么也看不清楚 第二天晚上 阿汤又如约去了那里 女孩正在鞦韆上等她呢 还是那席白裙 阿汤终于鼓起勇气说 你能不能摘下明杀 让我看看你的脸呢 这女孩又笑了 不说这个了 来 我们挡鞦韆 这阿汤又推她 这鞦韆挡得很高 女孩白色的群居 像一朵送开的白花 这女孩不注意 阿汤 转到了鞦韆的旁边 只一眼 阿汤就欣喜地 差点叫出声来了 风掀起面纱 下面 是一张精美绝伦的脸 阿汤的心 却扑通扑通地跳着 她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美丽的女孩 如果 她做了自己的女友 这阿汤 仿佛看到 这素舌仨哥们 那羡慕的目光 秋千停下来的时候 阿汤说 能告诉我 你的名字吗 还有 你能不能做我的女友 宁英 你还痴痴地笑着 并不回答 她第二个问题 可是阿汤 有足够的信心 让想法成真 谁让她 是这所大学里 最帅的男生呢 那晚回到宿舍 阿汤 就像仨哥们 这羡慕起 宁英的漂亮 我与人头保证 任何一个女星 都比不上她 阿汤信誓旦旦 生怕大家不信 我当然信你了 可惜老五退学了 要不应该让她 见见什么是 真正的漂亮女友 天知道那家伙 怎么脑子进水了 居然找了 那样一个女孩 做女友 这个宿舍 原来住着五个人 阿汤是老大 最小的老五 叫季军军 人长得瘦弱 性格是优柔寡断 寿友们经常取笑的 更可笑的是 有一天 她带来了一个 面目丑陋的女友 更成为 大家嘲笑的话题 后来老五退学了 据说是生了一种 什么病 因为老五 从来没说过 她老家在哪 大家也都放弃了 去看她的想法了 阿汤许诺 将在何时的时间 让大家见一见宁英 第三个晚上 阿汤再次在秋千下 见到了宁英了 这次宁英 没有要她推 而是用一种 近乎魅惑的声音说 来火一起大 阿汤是心花怒放 跳上秋千和宁英 并排坐在一起 她能够嗅到 她身上淡淡的香气 秋千是越升越高 香气让阿汤 有点心愿一马 她腾出了一只手来 试着拥住宁英 宁英又是一串 银银般的笑声 被风一吹 有点诡异 真坏 宁英把一只手 伸进了她的怀里 阿汤激动了起来 更紧地抱住了她 秋千在晃荡中 她的脸离她那么近 她突然 有了想吻她的冲动 宁英仿佛 看出她的性思 娇沉了一笑 送上了一张 戴着面纱的脸 阿汤心花怒放 跳上秋千 和宁英并排坐在一起 她能够嗅到 她身上淡淡的香气 秋千越升越高 香气让阿汤 有点心愿一马 她腾出一只手来 试着拥住宁英 宁英又是一串 银铃般的笑声 被风一吹 有点诡异 你真坏 宁英把一只手 伸进她的怀里 这阿汤激动起来 更紧地抱住她 秋千在晃荡中 她的脸 离她那么近 她突然有了 想吻她的冲动 这宁英 仿佛看出她的心思 娇沉的一笑 送上了一张 戴着面纱的脸 阿汤 用手撩起面纱 稳住那娇艳欲敌的红唇 时间仿佛过了一个世界那么久 猛然 阿汤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宁英的身体 为何这么凉呢 还有 她的唇 也是一样的冰冷 阿汤睁开眼睛 哪里还有什么倾国倾城的美女呢 她怀里 竟抱着一个面目猙獰的女鬼 女鬼脸上的疤痕 正渗出肮脏的血迹 阿汤发出了一声惨叫 此时秋千正在不受控制的 越飞越高 两根细细的绳子 几乎要和秋千架上的衡量持平了 你不是要我做你的女友吗 女鬼忧愿地伸出冰凉的手 摸下了阿汤的脸 阿汤是一声惨叫 人直直地从秋千上落了下来了 阿汤醒来的时候 正在医院里 厚厚的绷带包扎着她的脸 她从秋千上落下来 脸部朝下 地上是心扑的狮子鹿 尖锐的狮子在她的脸上 印下了参丝不齐的疤痕 帅哥阿汤被严重毁容了 那一晚 宿舍的三个哥们都跟在她身后 想见识一下所谓的美女 但是美女没看到 却看到她趴在地上 满脸的血迹 阿汤羞于对哥们提起事情的真相 这成了她心中永远的梦魇 现实中 她不得不依靠墨镜和大银帽 来遮挡面部的宠楼 可尽管如此 她还是受尽了人们的欣怒和嘲笑 不久 他们接到老五 季军军写给大家的新闻 我每天躺在医院里 感觉她每时每刻都在我身边哭泣 有时用怨恨的目光盯着我 因为我嫌弃她长得丑 以至于让我在朋友面前丢了面子 就向她提出分手 没想到她会因此而自杀 我对不起她 都怪我优柔寡断的性格 其实我还是爱她的 她走了以后 我夜夜失眠 有时精神错乱 会脱光衣服 满世界乱跑 最近 我常常在梦里看到她对我笑 银铃一般的笑声 她说会选择不同的方式去找你们 谁让你们那般嘲笑我 最终导致我改变主意呢 这个梦让我深感不安 如果要惩罚就惩罚我吧 愿我的朋友们永远的平安 无事 四个人面面相娶 竟然一头冷汗都下来了 因为大家同时想起老五的女朋友 就叫做宁英 报复是从老大开始的 下一个目标时 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脸色煞白的老二